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让两人成为了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大概也正是因为张夺对陈松霖的爱太过明显 这不 在陈松霖参加完这次聚餐之后 与陈松霖一起参加的聚会的好友王曼玲 便在社交平台上祝贺陈松霖嫁了一个100分的老公 只是即便两人恩爱名声在外 又有朋友动态为证 依旧不少网友觉得两人的幸福 只是假象 证据便是如今陈松霖如今的变瘦和变老 随着这种猜测的发酵 还有不少网友扒出了张夺母亲对陈松霖的刁难 于是在网友们的脑洞之下 陈松霖与丈夫13年的婚姻生活犹如地狱 在大家各种猜测中 陈松霖也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然而 事实真的如此吗 细巴陈松霖的过往 你会发现 曾经的她也是一个极才华与美貌于一身的女子 更重要的是 她的身上还透着超乎常人的坚韧 这份坚韧 让她无论身处何种境地 都能够活出自己人生的那份精彩 童年时期 陈松霖也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那个时候 陈松霖的父亲还是个成功的商人 而且对陈松霖很是疼爱 这让陈松霖纵然出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但是还是享受到了优渥的生活 再加上那个时候 陈松霖的母亲 是个非常温婉的女子 对陈松霖的照顾温柔又细致 因此 那段时间 陈松霖的生活 就像是被泡在了蜜罐里 然而 这样幸福的生活 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陈松霖三岁那年 父亲经商失败 赔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财 就连一家人的吃饭 都成了问题 为了不让陈松霖各跟着受苦 陈松霖父母将陈松霖送到了别人家养 只是毕竟不是亲生的 养父养母对陈松霖的爱 自然很有限 尤其是养母 动辄便会打骂陈松霖 14岁那年 陈松霖养父母 为了让陈松霖 早点给家里赚钱 于是有了将其送进娱乐圈发展的想法 刚好当时无限节目欢乐今宵 正在举行叶倩文歌唱大赛 于是陈松霖家人直接给陈松霖报了名 当然陈松霖在唱歌上 也确实很有天分 在赛场上 陈松霖以一手零食十分 轻轻松松拿下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因着冠军的名头 当时不少经纪公司 向陈松霖抛出橄榄枝 然而对于这些送到跟前的橄榄枝 陈松霖却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只因为那个时候 陈松霖的梦想是能够考上大学 将来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 不过陈松霖的这个梦想 却遭到了养父母的强烈反对 只因为当老师 一辈子也赚了不少钱 在养父母的反对下 陈松霖有过反抗 然而反抗的结果 便是母亲的毒打 因为不堪忍受母亲的拳脚相加 陈松霖通过报警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然而在被经常问到 要不要告你妈妈的时候 陈松霖终究还是心软了 于是在警察离开之后 一切如旧 母亲依旧会因为不高兴 对陈松霖拳打脚踢 为了让自己少受些皮肉之苦 陈松霖只得尽可能地顺着母亲 最终 陈松霖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教师梦想 签约了经纪公司 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然而陈松霖的歌手之路并不顺利 当年 在介入乐坛之后 陈松霖在公司的安排下 一连发布了好几张唱片 结果全都笑量惨淡 无奈之下 陈松霖只得转型 往影视剧方向上发展 1987年 陈松霖终于凭借着 在电影鬼马校园中的青春形象 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也正是靠着这部电影掀起的水花 让陈松霖尝到了甜头 于是之后 陈松霖开始将事业中心 转移到影视剧上 当然 结果也证明了 陈松霖这个决定的明智 1989年 陈松霖凭借着 在电视剧《天涯歌女》中的 女一号周旋 火遍了大江南北 此后 陈松霖在娱乐圈彻底打开局面 先后主演了的 《鼠山奇侠之仙旅奇缘》 《笑看风云》等影视剧 凭借着这些影视剧打出的名气 陈松霖的音乐事业 也很快有了进展 1995年 10月份 陈松霖一连在香港 举办了三场演唱会 而且常常作无虚席 1996年 一部《新上海滩》 让陈松霖本就辉煌的娱乐圈事业 更加辉煌 只是这样的辉煌 并没有持续太久 陈松霖便被接二连三的变故 打击得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当年 随着陈松霖娱乐圈事业越来越红火 这也意味着陈松霖越来越忙 于是 陈松霖便直接将自己的资产 全部都交给了经纪人阿宝打理 当然陈松霖如此信任阿宝 也是因为 阿宝不仅仅是自己的经纪人 更是养父养母的女儿 是陪着陈松霖一起长大的姐姐 只是让陈松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这份信任 还是被阿宝辜负了 2006年5月份 阿宝为了将陈松霖多年打拼下来的巨额资产 据为己有 放出了陈松霖喜欢女人的消息 也就是这个消息 让陈松霖一夜之间 名声扫地 无数质疑和谩骂 扑面而来 而在陈松霖因为这些舆论分身乏术的时候 阿宝默默卷走了陈松霖多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全部资产 以至于陈松霖一个大明星 连吃住都成了问题 好在后来 陈松霖昔日的好友 向陈松霖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才让陈松霖慢慢摆脱了困境 只是陈松霖的事业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再也无法回到往日的辉煌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松霖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 2006年7月份 陈松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于是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被告知患上了卵巢肿瘤 如果不赶紧手术 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一旦手术 那么陈松霖便很难再有机会做妈妈 要知道 当时陈松霖还没有结婚 更没有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被剥夺了做妈妈的机会 陈松霖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陈松霖不止一次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好在最后 陈松霖还是挺过来了 而在风雨之后 迎来了自己的晴天 当年 陈松霖在做完手术之后 发现香港娱乐圈 根本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无奈之下 陈松霖到了内地发展 刚到内地 陈松霖便在穴位冷剧组 邂逅了小自己八岁的张夺 彼时 张夺在了解到陈松霖的过去之后 对经历了无数风雨的陈松霖 很是心疼 再加上陈松霖业务能力非常强 让张夺很是欣赏 久而久之 张夺对陈松霖产生了好感 于是对陈松霖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只是陈松霖虽然对年轻帅气 而且总是给人一种非常温暖感觉的张夺 也很有好感 但是 心里的自卑 却让陈松霖无法接受和张夺的爱情 尤其是想到自己没有办法做母亲之后 陈松霖便越发自卑 好在面对陈松霖的拒绝 张夺并没有一次放弃 一直陪在陈松霖的左右 对陈松霖虚寒问暖 看着那么好的大男孩 将宝贵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陈松霖终究是于心不忍 为了让张夺放弃 陈松霖将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 告诉了张夺 并且做好了被张夺会离开的心理准备 然而 让陈松霖没有想到的是 张夺对陈松霖曾经的经历更加心疼 并且告诉陈松霖 那不是刚好吗 我正好不会教育孩子 终于 在张夺的爱里 陈松霖放下了自己所有的自卑 接受了和张夺的爱情 因为彼时 张夺还仅仅只是娱乐圈的小透明 而且又比陈松霖小了八岁 因此 两人的恋情 经历了很多的流言蜚语 然而即便如此 依旧没能阻挡 两人奔赴爱情的脚步 甚至在大家的一片唱衰中 两人在2011年 携手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只是两人结婚的时候 张夺为了让母亲 更好地接受陈松霖这个儿媳 于是 便向张母隐瞒了陈松霖 不能生育的事情 这也为陈松霖 未来和婆婆的关系 埋下了很深的隐患 不过 这都是后话了 婚后 张夺因为心疼陈松霖早年的遭遇 默默扛起了养家的重担 让陈松霖在家里疗伤 在张夺的爱和包容里 陈松霖一点点 治愈了早年经历带来的心伤 也正是这个原因 后来陈松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曾表示 张夺不只是我的先生 他更是我的恩人 只不过可惜的是 这样平静的生活 并没有持续太久 后来 张夺的母亲因为想抱孙子 于是便向夫妻两人提起了生育问题 一开始 张夺将这件事情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并且表示以后打算钉客 然而 一心想要抱孙子的张夺母亲 却始终不死心 于是张夺的母亲找上了陈松霖 并且不停地给陈松霖做思想工作 看着婆婆对孩子的期盼 陈松霖心里愧疚不已 出于愧疚 陈松霖在2018年 将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 告诉了婆婆 然而 让陈松霖没有想到的是 会让自己的生活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为觉得陈松霖剥夺了自己的晚年 享受天伦之乐的可能 张夺的母亲对陈松霖 再也没有之前的和蔼 甚至处处找陈松霖的不痛快 比如 在明知道陈松霖不喜欢吃蒜的情况下 在饭菜里面放蒜 一旦陈松霖表现出不想吃 张夺的母亲便会指责陈松霖太过矫情 哪怕时候后来 一家人参加综艺节目 在节目的镜头之下 张夺的母亲也从不掩饰对陈松霖的不喜 因为这份不喜 张母对陈松霖自然没有多少的尊重 比如陈松霖为了节目不冷场 努力找话题和张夺母亲聊天的时候 张夺的母亲经常对陈松霖爱答不理的状态 比如陈松霖因为参加了热身运动 身上出了很多汗 因为害怕受风感冒 于是便找了个毛巾 披在身上 结果 竟然被张夺的妈妈直接扯了下来 拿去给张夺用 好在张夺并没有因为母亲对陈松霖的不喜 去苛责陈松霖 因为她心里很清楚 陈松霖不能生育 并不是陈松霖的错 不仅如此 张夺还经常用自己的方式 去调解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 在张夺的爱里 陈松霖对婆婆也格外宽容 甚至为了满足婆婆享受天伦之乐的心愿 陈松霖还提出了领养一个孩子 最终在张夺的开解和陈松霖的退让之下 张夺的母亲也慢慢解开了心结 接受了陈松霖 一家人的生活 终于回到了曾经的和谐和幸福 而陈松霖最近变瘦 则是因为一直在减肥 虽然减肥成功了 但是也让陈松霖显老了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 看看贾玲就知道 所以那些觉得陈松霖晚年生活不幸福的网友 可以早点洗洗睡了 人家生活幸福着呢 不过她的断崖是衰老 也给所有女人提了醒 减肥这件事情还是得谨慎一些 纵观陈松霖的人生 似乎充满了坎坷 童年时期 家里遭逢巨变 后来进入娱乐圈 事业上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结果遭遇了经纪人的背叛 事业一落千丈 这还不够 陈松霖又紧接着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好在后来 陈松霖遇见了小八岁的张夺 在爱人张夺的爱和包容下 曾因为不行的生活 遍体鳞伤的陈松霖 一点点被治愈 那些人间疾苦 仿佛都烟消云散 余生只剩下岁月静好 终于陈松霖在历尽千番之后 还是收获了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